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度远远比不上室外养活长大的速度 因为炉柜它是写光的 光照充足的情况下 炉柜长得会更快更好 那室内和室外相比肯定是室外的光照度比较好 所以说室内养活的长势是比不上室外养活的长势 当然如果你对炉柜的长势要求不高 不用长得很快 也不需要它抱住这么一圈圈小窄的 那你可以选择室内养活 放在室内光照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例如南阳台或者是南边的窗台 如果你想要养活爆棚的状态 那就要把炉柜放在室外光照通俗的地方养活 光照越通俗 越适合它的生长 缺少光照 还有可能会导致枝条骨髒 还有就是不建议养活在卫生间的湿度比较大的地方 炉柜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干燥一些养活环境的 湿度大很容易黑夜或者是导致这个夜间腐烂 除了光照和相对干燥的养活环境 浇水和湿肥也是很关键的 先说说浇水 炉柜是比较能耐干旱的一种植物 因为原生环境的原样 它的经验就是能储存很多的这种水分 所以就算是夏季浇水也没有太平凡 可以等盆土干了大半再给它浇水 浇折浇重 适当的焊着脸它 还有利于它周边抱住这种一圈一圈的小窄的 很多朋友觉得炉柜是不需要肥料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任何植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养分 充足的养分还能增强植物的抵抗力 炉柜它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浅满一次有肌肥 其他季节可以用蛋黎甲均衡的复合肥 一个月左右用上一次直接撒在盆土的表面 就能满足炉柜的生长需求了 今天关于这个炉柜长不壮的原因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关注再走吧